你绝对没有见过这种生物 它同时拥有两个脑袋 还有八条两米长的大长腿 就在它没事到处溜达的时候 突然被一只更大的生物一口吞下 见如此场景 老黑吓得脸都黑了 然而就在这时 老黑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 等它把脚挪开 虫子被踩成了一滩绿色碾液 为了红阳光盘行动 其他虫子很快就把它瓜分铲食了 那这些怪异的生物到底从何而来 就在昨晚 一个陨石正以每秒1000公里的速度向地球飞来 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把小呸呸炸飞了几百米开外 第二天一早 生物学家老白和地质学家老黑赶到了现场 好家伙 这火球子打开的坑竟有66米之深 黑白双煞来到巨坑内部 发现这颗陨石表面竟然长满了毛发 老白凿开了一块想带回实验室研究 谁知陨石竟开始大出血 回到实验室后 老白将标本放在显微镜之下 他看见这些细胞正在急速分裂 仅仅几秒钟时间 竟分裂出无数个细胞 最后竟然把标本玻璃都撑碎了 经过检查标本的DNA发现 他们是由十几个染色皮组成一对 简单来说 他们几天内的进化速度 放在地球生物上 需要几亿年才能完成 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 杨明立万就在眼前 老白立马驱车前往雨时坑 谁知这里早已经被军方封锁管控 晚上老白和老黑伪装成大兵混进禁区 看到士兵采集出来的标本后 老白觉得这洞下怕是更不简单 两个人立马潜入了洞中 他们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这里不仅长满了花草树木 更是出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硕大的蚊子趴在老黑身上 只是用小嘴这么轻轻一划了 就轻松钻进老黑的身体内 虫子在老黑大腿处缓缓一动 医生给出的建议是立马截之 老黑一听 全身的细胞都在几力抗拒 就在他挣扎期间 却蚊子掉了个头 朝着老黑大腿深处爬去 老黑一瞅 这不得了啊 砍 马上把我的腿块砍掉 好在蚊子就想调皮一下 只钻进了老黑的职场内 医生健壮拿来大夹子 靠着娴熟的功夫把蚊子取了出来 与此同时 城区里相继出现各种怪物 湖边 一个中年男人只是想洗洗手 却不知湖里探出一个小脑瓜 等中年男转过头来 水里的怪物纵身已跃 像追赶猎物一般 紧紧跟着男人不放 最后男人被怪物拖进湖中 成了晚餐 但奇怪的是 误许教授老白 他说当时大家正在围捕怪物 不知道为啥怪物 突然就倒地不起 死状特别像窒息而亡 另一边 四位女士正在家中闲谈 突然他们听到柜子里有声响 等他们打开衣柜 里面走出了一条 长相怪异的哈士奇 他装成可怜巴巴的样子 好像在祈求各位女士来抚摸他 可当这个红衣美女伸出手时 这哈士奇从嘴里吐出长舌 一口咬着红衣美女的尖线小手啊 同伴们急忙找来枪 就在要一枪送他去见阎王的时候 哈士奇居然开始碰瓶 莫名其妙地倒地身亡 老白等人立马赶到现场 但众人也是一头雾水 并不清楚怪物的死因 就在这时 大壮叫大伙去悬崖边看看 好家伙 悬崖之下 竟是一片死掉的变异恐龙 三个人来到现场 经过老白分析 这些外来物种都想极力呼吸 但奈何他们适应不了地球的氧气 这才导致他们缺氧而死 那这些怪物是从何而来呢 陨石坑不是都被军方封锁了吗 老黑作为地质学家 他知道这一片有很多矿洞 而坑洞可能和附近的矿洞所相连 这才导致怪物相继出现在城区 就在老黑为自己的分析洋洋得意之时 这只外星恐龙从地上缓缓爬起 嘴巴里好像卡着什么东西 原本以为他只是想吐一口痰 没想到直接吐出一颗蛋 没过多久 蛋里就孵化出了一只小恐龙 而这只小恐龙 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就长得巨大无比 显然 他已经进化到能适应地球的空气了 这恐龙嗷嗷的一声 就朝着城市飞去 随后在超市里肆无忌惮的搞破坏 还抓着一个女孩飞来飞去 好在老黑眼急手快 一把抱回了女孩 老白则是找到机会 夸插就是几枪 成功击杀掉了外星恐龙 如此荒诞的事情迅速传遍开来 州长已经顶不住压力 给将军下令立即炸掉巨坑 哪怕是让整个州跟着消失都行 将军当即决定采用火攻 第二天就在全城布满了大量的燃烧弹 与此同时 老白这边也有了新的进展 他们发现 这些怪物只要是遇到火 就会加速成长 如果继续采用火攻 那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他们得赶紧让将军终止行动 可一一孤行的将军 却连电话都不接听 这事该如何是好啊 这时同事背后的元素周期表 引起了老白的注意 他突然想到了办法 人类都是碳基生物 按照周期表推算 那么人类的致命毒药就是元素身 而这些外星生物都是淡基生物 同理可得 他们的致命毒药就是锡 可是你想摧毁这些外星生物 至少需要一消防车的锡元素 短时间内根本找不着啊 这时老白的学生阿呆和阿瓜有了想法 起发水里还有锡元素 因此只要找来大量的起发水 这个难题就得以解决 老白立马召集自己的学生 找来满满一车起发水 就在这时 将军提前下令 坑洞处瞬间火光四射 而坑洞内的生物开始急速生长 直到最后 膨胀成了一座大山 小手一抬 无数士兵如蝼蚁一般死去 可怕的是 这旁人大物还在进行分裂成长 恐怕要侵占完整个地球为止啊 危急关头 老白众人决定输死一搏 他们载着满满一车起发水来的怪物的腹部 在这里 他们看见了一个洞 动力喷出的气体 极臭无比 看来啊 就是这儿了 老黑踩着升降机 把管子直接插入洞口 怪物被注入起发水之后 开始流出大量的农业 身体开始迅速膨胀 这篇至此结束 看完不得不感慨一句啊 学好物理化 外星生物都不怕